嗨,我是EIA高级营销董事Hitzen 欢迎您来到滨海盛景豪远 我现在带你参观我们的明听单位 走吧 这里是22层 这里是我们的明听单位 欢迎参观 这是一套四卧室单位 镜面积是2034平方程 客厅和客厅非常空调 和窗簧设计 体现美感 为什么我们该户型会受到买家的青睐呢 因为该单位面向大海 并享有新加坡地标 滨海湾金沙和滨海花园的美景 我们这四卧室单位 非常适合海外买家来新加坡置业 每间卧室都设有私人浴室 主卧室设计优美 从窗望出 可有一望无际的美景 许多投资者和买家投资 滨海盛景豪远 因为是在金融区里缺席的综合项目 滨海盛景除了高档住宅 设有独特商店和甲级办公楼 在我背后该项目的办公楼 500强公司有 Francher保存保险 BP英国石油 Facebook脸书 PWC 还有全球跨国公司 滨海盛景豪远有四条地铁线 三个地铁站紧密连接 集资便利 新加坡城市规划总栏图计划 会打造南部 水滨区 城市和好多项目 滨海盛景豪远 确实是个性价比高 值得投资的好项目 穿冰海盛景豪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erima kasih kerana menon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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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i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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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onton! 说新加坡跟中国它无论是这个文化的认同感也好 或者说是实际这个地理的位置也好 都是一个相对合适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之前也来过新加坡很多次 可以说今天我们看的这个项目 它在这个金融城的核心区 而且它这个单位我们之前也转过一圈 发现它的实际的这个面积 其实非常适合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中产阶级 甚至是高产阶级来到这来置业 因为其实我们一直讲 就买房其实最主要买的是什么 其实最主要买的是对核心资源的占有 那所以今天你看我站在这个阳台上 其实我们眼睛能看到的地方 这边就是非常漂亮的大海 然后在我的身后 其实就是新加坡的滨海公园很有名 就是来新加坡旅游的人 其实都知道滨海公园 然后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各种植物 然后还有金沙酒店 新加坡的这个地标建筑 很多中国的年轻人愿意花几千块钱 人民币一个晚上的房价 到金沙酒店的顶楼的这个无边泳池去拍一张照片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核心资源的转 买房之产 买房之产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 名家设计 冰海池妳s season 248号水平 海 盛景工园 平海盛景工园是由国际知名德国设计大师 應恩霍文设计的 天上海上地上 形成的美景无时无刻展现着这个地段的非凡价值 两侧中央街心公园和滨海湾广场 巧妙地为滨海盛景豪苑 筑起理想的隔离空间 回去都市压迫感 当然都市生活里的健身购物生活也是重中之重 200平方米的宽大健身房是一大亮点 50米直游泳池和烧烤台 还有附设厨房的私人餐宴厢房休闲贵宾厅等 此外综合性商场就在住家楼下 购买生活用品各类型本地和国际餐饮 丰富你的味蕾享受 因为我作为一个女性 我相对于感性的角度来看 首先我们在新加坡买房 可以解决子女的读书问题 这个是一定要考虑的 还有一个因素 其实我觉得你在新加坡 你可能不会有一些雾霾的干扰 或者说你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好的空气 比较优质的水资源 那这个我觉得对于家里面有子女的这个主妇而言 其实是个非常需要考量那个因素 那么还有其他方方面面 比方说这里的气温 空气的湿度 以及这边对于中国人而言 有个非常好的置业的优势 就是它没有这个语言方面的隔阂 滨海盛景豪远 步行七分钟就可抵达 钻石级邻居 滨海湾金沙 它还拥有许多重量级邻居 其中全球五百强企业 Potential保存保险 BP石油 Facebook脸书 朱石会社三菱UFJ 距离滨海文化园 滨海艺术中心等 世界级文化艺术地点 仅步行距离 滨海盛景豪远 四座建筑物 有办公 住宅和零售商场 全生活功能 新加坡 全世界最适合居住城市 排名第三 干净的水源 清新的空气 安全的社会环境 优良的教育体系 生活情绪成本 几乎为零 滨海盛景豪远 顶级的房产价值 绝佳的地理位置 超凡的质感生活 等着你大驾光临 入住其中 成为最有眼光远见的 投资胜利者